每月赚取7万美金 通过制作这些切水果的视频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视频 他们的播放呢 达到了恐怖的1.5亿 这个也是1.1亿次播放 这个也是1.1亿次播放 很多呢都是数千万播放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吃苹果的视频 但是呢 屏幕上面呢 还有一只蜜蜂 差点把蜜蜂养到了 我们看下一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啊 点赞量204万 评论也有几千条 这个切 这种水果 这个也是 切苹果的一个视频 点赞126万 评论也是2000多条 它的互动非常频繁 播放都是 上亿的播放 像刚才那种账号呢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呢 也是有100多万的订阅 刚才那个呢 也是有100多万的订阅 比如说这个呢 也是同类的频道 同类的视频 有将近50万的订阅者 它的视频呢 有2000多个视频了 这同样的都是一些 切水果的视频 我们再点看这个频道的信息 我们看到啊 它的频道地址显示是美国 但是呢 实际上 这些视频呢 都是中国国内的 APP上面的视频 并且呢 它的注册时间呢 还不到两年 就一年多时间 就取得了就是说 100多万的粉丝 然后呢 很多都是上亿次播放 比如说在快手上面呢 就有非常多的这种 水果采摘的一些视频 我们呢 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重新制作一下 然后上传到YouTube 也往上面 赚取源源不断的被动收入 本期视频当中呢 翔哥将会向大家展示 如何找到这样的视频 然后呢 下载它们 并将其转录为英语 用人工智能 添加我们自己的配音 并编辑它们 使其看起来呢 与众不同 我们呢 只需要去这个快手里面 搜索水果种子 然后呢 就会出来非常多的 这些水果的一些视频 或者呢 我们可以去 这些搜索具体的水果的名称 也是没问题 比如说像这些芒果啊 这些 我们呢 需要找到那些点赞量 和播放量 都非常高的一些视频 比如说我们找到了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频道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就是说 把它关注起来 把它这个 呃 以防呢 以后我们就找不到它了 比如说 小安哥找到了这么一个视频 感觉还不错 我们看一下 姐姐 别滑走啊 姐姐 我就喜欢叫姐姐 姐姐 能不能支持一下弟弟 弟弟家乡的枇杷果成熟了 都是树上熟的 嗯 好的 我们就以这个视频为例 然后呢 我们点击这里的分享 然后呢 我们复制它的电机地址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 下载视频呢 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去五个搜索 随便收一个下载器 比如说这里的快手视频下载器 然后我们直接点进去 在这里粘贴我们刚才复制的地址 我们点击提交 好的 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它的视频解析出来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保存视频机可 好的 我们把它保存到我们电脑里面去备用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视频呢 呃 都可以直接进行上传了 但是呢 我们呢 为了追求高的质量 我们呢 会对这个视频来进行一些改变 比如说我们采用的英文配音 并且呢 我们会做一些调整 然后加注一些音乐等等 这样呢 做来能够让我们的视频 从激烈的竞争当中 更能够拖延而出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翔哥呢 将会展示两种不同方法 大家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适合自己的一些方法 我们先来学习第一种方法 在这种方法中算 我们需要添加一些这个角色的配音 在此之前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他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谈话内容 我就喜欢叫姐姐姐姐 能不能支持一下弟弟 弟弟家乡的琵琶果成熟了 都是树上 我们在这里呢 就选择这个视频来展示这个过程 我们要做的就是 就是把视频转录为英语 大家可以使用任何的一些转录工具 本例中呢 我们使用 Aurus 然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上传进来 拖进来 然后再点击 Tunes Script 然后这里 Choose Language 选择语言 我们在这里要选择English 英语 然后点击 右下角的Upload 上传 好的 现在显示上传成功 点击OK 现在显示正在转录当中 需要等待一下 好的 现在转录成功 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呢 已经把我们的中文剧本来发音 成了英文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自己对这个剧本 做一下修改 比如说加上一些游户元素 比如说一些有趣的一些对话 这样呢 能够更加的吸引观众 让更 让观众呢 更具有互动性 大家也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创造力 尝试制作一些具备自己独特风格的一些视频 好的 下一个步骤呢 是生成我们的配音 本例中呢 我们使用Eleven Labs AI配音 当然大家也可以使用自己的配音 如果自己的声音本身就比较好听的话呢 就更好了 即使声音不好听呢 买一个声卡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我们点击这里的筛选按钮 然后筛选一些 比如说性别啊 还有这个连接 年龄呢 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年轻的声音 然后这个语言 选择English 然后这里呢 就有非常多的 不同的声音 提供给我们选择 让我认识 in seed time learn and harvest teach and winter enjoy we can do no great things only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allow the world to live as it chooses and allow yourself to live as you choose 在这里呢 我就选择这个告出的声音 感觉不错 我们点击添加到语言实验室里面去finish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要进去这个 诶 voice life 然后选择刚才我们添加的这个高齿人声 用试 粘贴我们的剧本 然后呢 下面呢 这个 voice setting 我们还可以打开给它设置一下 我们把这些给它设置 拉高一点点 然后点击 接入lite生存 好的 生存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 下载按钮下载到电脑里面下一步 不用 好的 现在我们进入第四步 编辑 大家呢 可以使用任何的编辑软件 编辑它 本例当中呢 我们使用剪映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素材打入到简易当中 然后呢 我们把音频拖动到时间头当中 视频也拖动到时间头当中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 呃 因为音频和视频呢 并没有完全保持同步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呃 改变一下音频或者是视频的速度 然后呢 我们还要把这个音频的空白的部分 可以删除掉 比如说这里有个空白 但是呢 我们把它删除掉 我们先把它拉大 自己删除掉 然后把它再拖过来 然后这样呢 它就可以保持一下这个视频轨道 视频和音频的呃保持适配 好的现在基本上同步了 然后呢 我们还要去掉呃 原来视频当中的声音 我们点击音频 然后把音量给它调到最低调调调 调调 我们再阅览一下 Sister Don't slide away Sister I like to call my sister Sister Can you support my brother's brother 好的 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呃 它的原来的中文的声音呢 换完全换成了英文的配音 然后呢 那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引导订阅的素材到我们的视频当中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 There's hometowns lowquad is mature 然后我们把这个订阅图标啊 拉下了一点 呃 我们把它的绿色给它去除掉 点击抠像 射能抠凸 去实射器 强度给它拉一下 好了 我们看到了 这个绿色背景已经给我们抠掉了 就篮一下 All right on the tree Well it's really sweet Sister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可以给它加一下特效啊 还有些转场啊 滤镜啊 这些 呃 我们都可以给它加一下 然后呢 以增加这个视频的一个质量 这个清晰度 可以来加一下 把它拖满整个屏幕 整个视频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视频看起来的整体效果就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Sister Don't slide away Sister I like to call my sister Sister 当然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上字幕 我们点击文本 点击字幕字幕 然后点击开始识别 字幕识别成功 看一下 呃 这个字幕呢 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些设置 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一个描边效果 因为有时候看不是很清楚 然后字号呢 给它加大一点 我们再再预览一下 Sister Sister Don't slide away Sister I like to call my sister Sister Can you support 好的 当然这个字体啊 大家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 就给它用默认字体 My brother's brother's hometown's lowquad is mature They are all ripe on the tree Well it's really sweet 我们的定义图标呢 好像跟它重复了 我们定义图标拉下了一点 拉到最下面 但是现在我们还需要一个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呢 我们可以去YouTube上面去音乐库去获取 好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的这个YouTube的音频库 然后我们来要找一首 呃 那个适合我们视频的背景音乐 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这个流派 然后选择一些呃 比较流行的音乐吧 应用 我们在这里自己挑选一首比较合适的音乐 详歌作为演示 我们就随便下载一首 比如说就下载这首作为背景音乐 点击下载之后呢 下载到我们电脑里面 然后打开剪映 导入到剪映当中 导入到剪映当中现在 好的 现在我们把它拖动到轨道上面来 但是这个因为音频太长了 我们需要把它剪去一部分 后面这个就不要了 这里再拖进来一点 然后预览一下 发现背景音乐声音偏大 我们把它声音拉小一点点 再试一下 好的 非常完美了 然后呢 这样我们的视频就制作好了 我们只要需要点击导出机构 现在我们点击导出 好的 很快完成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上传到各大平台 赚取美金收入了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当中呢 我们需要从这个国内APP当中 收集某一种水果的三到四个视频 在本利当中呢 我将下载三到四种 比如说这里的樱桃的视频 然后呢 让我们点开下载它 比如说呃 这个有接近三千个点赞 应该还不错 这个1.2万点赞 更加OK 然后我们点开它 然后这里分享 复制它的地址 然后我们去到下载程序下载 我们粘贴刚才的视频地址 点击解析 这里呢 需要注册登录一下 好的 我们点击解析 现在呢 这个视频已经被我们解析出来了 然后我们把它下载到电脑里面备用 把它重命名一下保存 好了 现在呢 我们来下载第二个视频 这个视频也不错 点开 重量分享 复制它 解析 下载视频 下载到这边备用 好了 现在下载了几个视频处置之后呢 我们要看一下这种水果 这个樱桃的 吃樱桃的好处和益处 我们来 依旧是依靠我们的老朋友 ChileGPT 来到ChileGPT 让ChileGPT给我们写 吃樱桃的五大好处 然后我们点击发送 OK 现在ChileGPT就给我们列出了五条 吃樱桃的好处和益处 但是呢 我觉得它写的太学术 生硬 我们来让它用简单的语言来写 我们让它写简单一点 通俗易懂 再次点击发送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这个就比较口语化一点了 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去谷歌直接搜索 这个樱桃的益处和好处 下面呢 也有非常多的介绍 就是关于吃樱桃的一些好处 以及对人体的一些 营养方面的一些帮助 以及健康方面的一些帮助 然后我们来到ElevenLabs 把我们的剧本生成音频 再开始呢 我们加上这么一句话 就说 Do you know what benefits you can gain from eating cherries? 就说 你知道吃樱桃的好处吗? 然后第一条 No.1 第一个好处 然后No.2 第二个好处 一次 第三个好处 第四个好处 第五个好处 好了 这样列好之后呢 我们点击 Generate 生成 Do you know what benefits you can gain from eating cherries? No.1 Keeps you healthy Cherries have stuff called anti-oxidants that fight harmful things in your body keeping you healthy and preventing diseases No.2 Reduces swelling Cherries can make swelling go down in your body 非常的完美 我们呢只需要点击下载 把它下载到我们电脑里面备用即可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同样的是打开我们的编辑软件简映 简映 导入我们的素材 视频和音频文件 然后呢 将我们的音频 添加到时间头当中 再将我们的视频 添加到我们的轨道上面来 一次添加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素材呢 还少了一点 没关系 就是说我们依然可以去到 呃 筷子那边去下载一些更多的素材机口 好的 刚才祥哥呢 又补充了两三个素材 这样呢 就比较匹配我们的音频了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呃 这些原来的音频呢 声音给它关掉 给它设置成静音 我们也可以分离音频 然后呢直接把这些删除掉 删除音频文件 删除 好了 我们再把这里处理一下 这些没发生的地方 给它切割一下 再拖过来 还有这个地方再切割一下 好了 现在呢 基本上是适配成功了 我们呢可以先预览一下 do you know what benefits you can gain OK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是综合了有 呃五六六个视频 这样呢 我们呢 也不会有什么版权的问题 而且呢 用户呢 也非常喜欢看此类视频 会得到 后面呢 会得到用户的很多的 频繁的一些互动 这样呢 我们就会得到平台 这个YouTube的更多的推送 接下来我们就更容易成为大宝款 同样的 我们想再给它加一下字幕 我们点击文本 点击这个智能字幕 然后开始识别 好的 字幕识别成功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字幕 这个字幕呢 我们也要给它进行处理一下 我们呢 可以给它选择一下 这些字幕的模板 大家呢 可以挑选一个 自己比较喜欢的模板 比如说我们这里看一下 它的效果怎么样 选到这里呢 就不打算使用模板 我们就选一下 在它的一个字体 选择这个Library字体 模板选择5 然后因为不是很明显 我们给它选择描边 然后大小 我们再给它调大一点点 调整10 我们预览一下 现在就看起来 就比较OK了 然后我们呢 我们给它 呃 这里动画效果 其实我们还可以给它看一下 文字的动画效果 像打字机一样效果 我给它看一下 时间给它调长 长一点点 我们先给它全选 我们全选字幕 然后选择动画 选择这个打字机效果 好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Do you know what benefits you can gain from eating cherries No.1 Keeps you healthy Cherries have stuff called anti-oxidants that fight harmful things in your 好的 但是这里的食尝 打字食尝 我们还可以调整 所以调整0.7秒 Cherries have stuff called anti-oxidants that fight harmful things in your body Keeping you healthy and preventing diseases 好了完美 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些转场效果 比如说这里 呃 点击转场 融解推进 所以我们给它加到个转场效果 这里 然后可以应用到全部 我们看一下效果 Keeps you healthy Cherries have stuff called anti-oxidants that fight harmful things in your body Keeping you healthy 当然大家还可以进行一些滤镜调节 滤镜 然后特效的添加 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给它加个清晰的滤镜 然后拖满 这样呢 我们的视频呢 看起来就更加清晰 and preventing diseases No.2 同样的 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个背景音乐 这个背景音乐呢 我们就加上面这手 就可以 把它拖下来 然后呢 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切掉 然后这里是多了 我们给它拉近了一点 好了 这个音量呢 我们这个来调小一点 因为太大了之后 它就该过人生了 我们现在预览一下 Do you know what benefits you can gain from eating cherries No.1 Keeps you healthy Cherries have stuff called anti-oxidants 非常完美 然后我们做好之后呢 点击右上角的导出 好了 然后我们点击导出 然后呢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呃 讲的也是非常详细 如果大家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 梦想总数的频道了 一定要不要忘记点赞 并且 订阅一下 梦想总数的频道 好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Sister Sister Don't slide away Sister I like to call my sister Sister Can you support my brother's brother's hometown's loquat as mature They are all ripe on the tree Well It's really sweet Sister Do you know what benefits you can gain from eating cherries? No.1 Keeps you healthy Cherries have stuff called anti-oxidants That fight harmful things in your body Keeping you healthy And preventing diseases No.2 Reduces swelling Cherries can make swelling go down in your body Because they have special things that fight swelling No.3 Helps you sleep better Cherries have something called melatonin That helps you sleep well So eating cherries or drinking cherry juice before bed Can help you sleep peacefully No.4 Good for your heart Cherries have things that keep your heart healthy Like lowering your blood pressure And making your heart stronger No.5 Helps after exercise If you eat cherries before or after exercising It might make your muscles hurt less afterward That's because cherries have things that help your body recover faster After a tough workout